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西月繼續有好戲上演 利雲特會去主場迎戰艾爾茜 聯賽還剩下十一輪 星班資格的爭奪已經進入百二化階段 而艾爾茜就是爭奪星班資格的集團分子 他們近期搶分勢頭強勁 就算今仗作客出戰,艾爾茜仍然有力贏球 利雲特上季星班輔家賽無緣取得星班資格 今季再接再禮 但去年10月下旬開始,不穩定的表現就一直出現 期間試過三連白,亦未試過取得連勝 進攻表現不穩定,造成球隊戰績未能提升 過去巴雷聯賽,他們有多達四場沒有球 當中上半場只能入過一球 這亦是他們今季昆場聯賽只攻入1.16球的縮影 今場面對來勢洶洶的艾爾茜,利雲特必敗無異 另一邊,一球四連勝的強勢亦令到亞爾茜在三十一輪聯賽後 攀登到積分榜前列 但球隊不可鬆懈,需要成勝追擊繼續搶分 加因亞爾茜在爭斷升班資格的路上,雷加利斯、奧斯賓奴和伊巴 這些隊伍都對亞爾茜造成威脅 今季他們防守表現出色,今季昆場聯賽中只失0.81球 只有雷加利斯和侯爾斯卡比他們少 攻擊線上亦有尼古拉斯、卡斯圖和提迪摩蘭迪這些球員領銜 可以放心,其中尼古拉斯、卡斯圖在球隊過去兩場作客 都成為一箭定光山的球員 有他打印之下,亞爾茜應該帶走三分,沒有難度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拜拜!